她是全网最能炫饭的女吃播 体重飙升240斤 遭婆家人嫌弃 丈夫好心劝阻 却反被离婚 作为全网主引最大的吃播 别的网红镜头前炫饭 都会被质疑假吃 而脸脸是被网友质疑 关掉镜头 会不会继续偷吃 一大早先来一份卤肉饭开胃 吃的大块朵 遗憾流浃背 随后再来一份大骨头 连骨髓都不想浪费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一餐时 谁知道 这只是脸脸日常的开胃菜 随后脸脸又拿了两个炸鸡腿 两三口解决战斗 可能是觉得没过瘾 又从身后掏出两个肉夹馍 吃完肉夹馍又吃点小甜点 这次应该吃饱了吧 谁承想 一份拉皮儿才是真正的尾声 一顿早饭足足是正常人 十几个人的饭量 整张脸一个屏幕都装不下 犹如一个虚胖的发面馒头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要爆炸 即便如此 脸脸从不会以此焦虑 一直沉迷在炫饭的快乐中 不能自拔 去医院体检也被医生警告 要控制饮食 体重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 暴涨了八十几 脸脸仍然不为所动 甚至囤了一污渍的素食品 每天半夜饿的时候就炫上鸡头 吃饱喝足才能安然入睡 看着越发膨胀的身形 脸脸的娘家人也无动于衷 从来没想过劝女儿合理饮食 甚至还会疯狂投胃 生怕女儿饿瘦了 可是婆家人正好与之相反 毕竟谁也不想看着家里 有个能喘气的正方体 于是婆婆连同脸脸的丈夫 都按搓搓地提醒脸脸要减肥 为此婆婆还专门花钱 给儿媳报减肥班 毕竟体重太重 也不利于以后被孕 可是脸脸也只是明面上答应 当婆婆不在家的时候 脸脸得空就趁机炫饭 满足自己的胃类 甚至为了偷懒不去训练班 声称自己腰肌劳损 做不了运动 只能在家静养 这也为自己的偷懒 找了个合适的借口 丈夫得格健壮 也是一脸的无奈 一边劝妻子控制饮食 一边又为了取悦 给她点外卖 不过有事没事 还是会劝她 少炫几个大嫂子 毕竟年纪轻轻 身体不能吃坏了 可是脸脸从来没把 丈夫的话记心理 甚至还会因为 丈夫多管闲事而大打出手 年初才结婚 新婚小夫妻就打了好多次假 终于脸脸因为 无法忍受丈夫和婆婆的压迫 在炫饭和婚姻中 做了选择 随后的一个举动 更是引得全网众怒 因为吃的对新婚老公大打出手 丈夫好心劝阻 却遭二八子伺候 朱印发作的脸脸 到底有多招人恨 女王红银太能吃 遭婆家嫌弃 半年体重暴涨80斤 呈重型堂克 因为护士对新婚丈夫大打出手 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 吃播脸脸 只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余 毅然决然的和刚新婚 两个月的丈夫离婚 离婚之后的脸脸 先理得地窝在家里 做起了吃播 而一直把脸脸 当作电子宠物猪的网友们 坐不住了 看德格被这么对待 脸脸也引来了骂声一片 毕竟两个人在没有结婚之前 德格就帮脸脸还债 甚至还将所有积蓄都给了她 脸脸如今的行为 完全就是卸磨杀驴 毕竟德格在她最胖的时候 也一直不离不弃 婆婆也从来没想过要换个儿媳 不过就是劝脸脸少吃两口减减肥 可是她从来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在她看来 婆婆和德格也只是 她干饭路上的绊脚吃 为了能多吃两口肉 脸脸甚至在镜头前 扇了德格两个嘴巴子 婆婆好心好意做的减脂餐 脸脸吃完觉得不过瘾 又趁婆婆睡着的时候 半夜偷偷起来点外卖 委屈谁也不能委屈自己的嘴 婚前时查出脂肪肝高血压 脸脸还企图满天过海 德格知道后也没有介意 还是如约领结婚证 甚至为了支持脸脸创业 还拿出自己攒了多年的钱 帮脸脸还了债 对于德格的付出 脸脸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甚至没有心存感激 而且有一次还在直播中说 等自己瘦到160斤的时候 就把德格甩了 现在脸脸如愿跳板成功 当时的玩笑话如今也碎了她的愿 哪怕是离了婚 脸脸还是对吃的一往情深 从不少吃一口 德格却为此伤心的食不下咽 婆家怕她胖到猝死 提醒她身体要紧 娘家人却怕她瘦了 没人赚钱给他们花 脸脸的欠款让婆家还 赚的钱给娘家 走红后又选择了离婚 拎不清的女人 注定一辈子就是悲剧 估计到死都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在乎她 浪卫仙遭央视主持人点名抨击 镜头前胡吃海塞 只为带货白云道 网友纷纷效仿 却吃成三高患者 作为全网唯一一个 雌雄难辨的吃播 浪卫仙除了凭借一张血盆大口 稀愤无数 其次她减肥前后的对比 更是让网友深感佩服 羡慕之余 纷纷在评论区取经 有什么减肥秘诀 而浪卫仙也大方表示 自己之所以毫不顾忌 不吃海塞 全养胀 每天吃白云道 把食物里的热量和糖分 全部阻挡 当得知不用控制饮食 就能报售后 这让一直深受肥胖困扰的 粉丝们心动不已 恨不得把付款界面 搓出火星的他们赶忙下单 幻想着一边狂缩螺蛳粉 一边还能疯狂掉肉的魔幻场景 这可比去寺庙上枪还神奇 正当一种粉丝将希望 全部寄予白云道时 确斗到知名央视主持人 小声泛痕的无情打脸 可先是指名道姓说 浪费仙的吃播 从始至终都是杀猪谈 而且还是在浪费资源 所以我得跟你总结一句话 长得好看 吃那么多 又不胖的人 要么是假吃 要么是催吐 没有第三者 毕竟时至今日 从来没有一个科学表明 白云豆可以阻挡糖分 而这些所谓的吃播 为了直播敛财 故意夸大产品效果 将粉丝哄得团团转 不停在视频中 劝大家吃重油重盐的高热量食 直到粉丝意识到想减肥的时候 再把白云豆推出来带货 挣得盆满钵满 而那些月月领三千块的打工人 因为学着浪费仙的饮食方式 去医院体检出三高 甚至也有网友爆出 自从买了白云豆 非但没有减肥成功 还长胖了时间 其实像浪费仙这样的无良吃播 现在还有很多 就比如前一段带货翻车的小背饿了 有粉丝买了小背带货的偶丝 拆开之后 里面居然有活的虫子和蜘蛛网 除此之外 他带货的圆钱牛排 也被质疑是假肉 在带货产品出现问题后 小背非但不在第一时间 解决问题赔偿损失 反而在评论区 删除了对他不好的言论 甚至举报了对他不利的视频 面对网友接二连三的质疑 小背饿了曾两次划不声明 说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此后即便网上骂声一片 小背饿了还当没事人一样 继续做他的网红拍摄美食视频 奉劝那些盲目喜欢吃播的网友们 不要因为一条几分钟的视频 而去喜欢一个人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关掉镜头后的他们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